到了安徽必须搞点臭灰鱼是吧 臭灰鱼那个汤汤来泡点饭 我听说很哇塞的 主打一个体验 不不去啊 还是不不去 大酒楼我们都不去啊 因为我是中情路边滩 踏遍小餐馆 走走走 说这里是不夜城 我感觉怎么像走到了批发市场 你看这个环境像不夜城吗 你看那边 嗯好香啊 他那个厨房 你看他这个厨房就在外边 又是个蓬富级的 待会我们还是不点菜啊 直接叫他给我们安排 试个菜好不好 好 试菜一汤 吃了中芒 我们两位 你给我安排你们这儿试个硬菜就行了 最特色的 蔬菜不点 蔬菜先不点 我先吃 把硬菜吃 有预算吗 没有预算 随便来就是你们最拿手最顶的 好吧 我不像他们那种200块钱开门口 我就不会像200那样卡卡爹爹的用200块钱 知道吗 我只想吃500 本来说是抽骨鱼的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抽骨鱼 我叫他安排四个特色菜 来来个烧的鲫鱼 小虾 然后粉蒸排骨 炒的肥肠 安徽菜的特点就是味鲜浓郁 汤汁厚重 你看这个汤汁真的 我跟你讲 待会用那个汤来泡饭 真的肯定有点 哇塞 我跟你讲 它这个鱼是缩了锅之后 用油炸了之后再来烧的 真的这个鱼好吃 里面内有乾坤了你看 全是鱼蛋 这个厉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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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哇 哇 哇 这个鱼啊 炖的特别烂 哇 都散掉了 哦 你看精华都在这里边 哇 高尔汤都在里边 哇 先吃这个鱼 我真的很香 你看 鱼蛋 嗯 虽然这个鱼啊 它不是那种很辣的 但是它真的很香 而且它的味道很浓郁 就用这个佐料来烧臭鱼的话 估计也很好吃 嗯 跟我们川医地区的干烧鱼差不多 但是它少的 烧的更烂 唯一缺点就是这个鲼的吃太多了 如果是真的是臭鱼的话挖架 那真的挖菜 哇 这个汤子真的不得了 我必须把饭搞上去 不好意思了 我先干饭 嗯 再给你们介绍其他的 看这个饭 然后我开始搞这个肥肠 来 尝一下他们炒的肥肠 嗯 它这个肥肠啊 是入锅之后再炒的 黑白肉 来 小米蒸排骨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粉蒸排骨 嗯 它这个排骨啊非常利骨 而且加上这个小米的味道 嗯 它这里面加了一点点的那个芝麻油 这样 让它感觉吃得特别香 你们知道吗 安徽的芝麻油特别出名 我们来重庆知道啊 最好的那个油点 老板就是安徽人 知道吧 嗯 哇 哇 哇 这个鱼上饭真的无敌了 我跟你讲无敌了 我跟你讲 我说我们穿菜下饭 这里的菜也下饭了 真的 我跟你讲 一路走过来的菜都下饭 对啊 这些菜呀我跟你讲 但是我觉得这么的菜不油 啊 这这叫不油 麻烦你看一下 这叫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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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是不是势力下降了 他说这个菜不油 我以为 你是来搞笑的吗 来 最后来个小和虾 嗯 它这个小和虾 就是特别鲜 这个到处有人吃到 我想说你说多大个特色啊 没有 但是就是这个虾特别鲜 第一次吃灰菜啊 居然是在一个路面上 但是这一顿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好 嗯 嗯 这个汉根拌饭 我只能可以说 太绝了 哇 这绝对是 中国的心 安徽的味 地道和肥味 这条鱼 你吃 我把那个饭的 我还是给你拌上 啊老规矩 给你把饭拌上 啊 不是给你自己拌的吧 啊 给你拌的 干嘛 你摄像辛苦了 知道吗 全部给我 啊 全部给你 你吃得完吗 吃得完 你给我拌的饭怎么到你碗里面去了 我就跟你这样说嘛 没办法 他这个汤汁你你你你能忍受吗 这个汤汁泡饭你能忍受吗 今天消费 三百三十六元 四道菜啊 我跟你讲 他们这里的四道菜 跟我们那里的四道菜 完全不一样 我们那里我一个人吃六七道菜都没问题 他们这四道菜我讲 首先前提是好吃啊 但是他分量确实给的大 我估计到他们这儿的菜的分量啊 两个人吃两份菜就够了啊 真的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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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